没进学院之前 我以为这届新生我是最强 没想到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怎么练的 斗气这么强 对了 快说呀 我斗气增长得特别慢 能不能教我怎么练气啊 我知道 秀英哥哥的实力 那可是天赋加汗水催炼成的 天赋呢 九岁的时候就有九段斗志气 汗水呢 每天朝九晚九 刻苦练功 你们要赶上他啊 那可得下苦功了 行了 薰儿 没那么夸张 我啊 也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谷 不过还好 没有放弃 也算是熬过来 九岁就九段斗志气 那我不就这辈子也当不了斗志了 怎么可能 江南学院呢 培养出了无数的斗志 只要你进了学院 以后一定可以走上斗志之路的 这次咱们黑角玉失恋 少了谁 谁也过不来 以后啊 咱们也算是 同生共死过的兄弟了 以后有什么练功的问题 尽管问我 我也可以教你 还有我 谢谢你们 那你可得好好教我们啊 没问题 你看 你可得通过 我看得通过 正在这一家里 杜君吗 你还没问我 你还怎么了 在迦南学院学习斗器 炼药和功法斗器 也从此担起对抗魂殿 守卫光明的人生使命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这是怎么样 你这个好好看啊 我觉得他这个 比我们这个好看啊 对啊 白色的衣服 比这个好看啊 我觉得你们的也挺好看 各位老朋友 亲同学 大家好 我是米腾山 今天 长老会推举我 给新生入学讲个话 我这个人呢 最不会讲话了 尤其是看到新生们 在黑角域森林里边 跋涉了三天三夜 又累又饿 而学院的食堂里呢 已经放满了食物 你们还要站在这里 听我讲话 我是实在是过意不去的 不过 重要的事情还是要讲的 关于学院的重要性和意义 以后会有老师和你们细讲 我只讲两个大的规则 第一 嘉南学院 只有一任院长 那就是斗帝 如今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了 学院由长老们集体管理 也就是说 你们进入了学院 就都是斗帝的学生 就要做好终身 与血宗与魂殿 与北方极寒之地的邪派 做斗争的准备 如果你们要是不同意 现在就可以离开 以免误人误解 第二 学院严禁私斗 任何私斗的学生都会被严惩 停课 禁闭 直至被开除 你们要想打架呀 可以去斗技场公开贴告示 公开笔试 以上这两个规矩 大家都记住了 那我的话也就讲完了 活住所有的学生 学业进步 生活愉快 现在 你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 进入学院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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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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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你 好 先行 快点 好 快点 快点 怎么回事啊 从一开始就心不在焉呢 我总觉得 有很多充满恶意的目光看着我 你刚才没听见吗 私斗者乏 量他们也没这个胆量 走 吃饭去 走